弟兄姐妹感谢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每日曙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了上帝的名字二 就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11节到第12节 我现在到你那里去不再留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圣父求你记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使他们和而为一 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我记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我保守他们其中除了注定灭亡的那个人以外 没有一个人撕掉的 这正应验了圣经的祸 弟兄姐妹 耶稣即将丁十字架的时候 他所做出的祷告 很强烈的为门徒祷告 叫他们能够和而为一 像他与父神和而为一一样 耶稣强调他已将上帝的名写入给他们 他们本是上帝的 意思是耶稣透过他的生命 将上帝的名写入 上帝的名就是代表他所拥有的生命 因此耶稣将上帝的名写入 就是将上帝的生命的本质向门徒启示 门徒透过耶稣的生命 认识了上帝 认识上帝的名 当门徒有基督的生命 他们就与上帝合而一 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决选的 必备的人 意思是说 求你借着你的名 就是你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使他们能够和而为一 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 唯独从上帝而来的 属上帝的 上帝才能够保守他们 叫他们能大臣合一 人信主已经认识了上帝 我们信主以后也认识了上帝 透过了耶稣的启示 能认识上帝的生命 当人共有上帝的生命 他们才能够与上帝的合一 才能够在上帝的合一里面 上帝将合一的基础 透过生命显露出来 耶稣在此处的祷告 是求父神 求天父 保守门徒 能够继续的合一 在生命里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能与上帝的合而为一 Amen 我们能在耶稣里面 是因为天父赐给耶稣的名 他保守我们 上帝赐给耶稣的名 就是他的生命 就是上帝的生命 他自己 当我们在上帝里面 我们已有上帝的名 上帝的名就可以保守我们 叫我们在他里面 合而为一 像耶稣与父神合一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知道 我们必定有永生的生命 我们是跟从上帝的人 可以住在上帝里面 还是因耶稣的缘故 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能够在上帝里面 我们肯定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因为上帝通过耶稣 将他的生命 将他的名 显明于我们 叫我们能够属他的名 归入他的名 与他有份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将来会如何 我们只要重视上帝 保守我们在基督里 在上帝里 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使我们能走上帝 要我们走的道路 遵守他的真理 上帝以赐下他的名 就是耶稣基督名字 我们已在基督的名下 也在上帝的名下 有了上帝的生命 有基督的生命 旁过我们能够 努力的持续这个关系 持续给我们的生命 持续上帝给我们的生命 能够珍惜上帝 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能够完全 与上帝的联合 求天父帮助我们 愿上帝的获赢 祝福大家 有个美好的一天 Amen